布林案現在已經做生兩人死亡 第一天死亡的案例 三十九歲生日的死者 他的牽手 現在是對上病院急救的過程有紀錄 所以說沒辦法要對病院急救救 現在十方台北社法務局 也有找布林的負責人去申請 檢訪也已經改進進版 和負責人 店長 還有桌子 都在做被告 為了要查清楚布林地勢 兩天死亡案件 真正死亡原因 新居各地檢視檢測資格 被破冠雙 對媒體問題 他自討告別民宿燈當沒回應 現在受害者這麼多 有沒有什麼話要來講 沒有 為什麼不講保費 這個公司在會議中 有直接講出來 就是他們目前的經濟狀況 是屬於負債 那消保官也有要求 他們提供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不論是保險公司 或者是遠東 或是保齡公司 其實針對這件事情 最終的責任 因為現在沒有人可以肯定 所以也沒有人直接跳出來說 他們一定會負當 最後的賠償責任 也不只說 當初因為導致失敗 做成公司統統才沒有來保費 現在公司經營狀況是負責 也沒有清楚 有什麼發生這件事 今天這段定位 保林地執的富士林 店長和中部塞三人 和嚴重帶 對三人反制出境出海 在老契保林說明以外 元東百合大時代 和國泰三院 也都派人參加會議 必要求提供 三個十七到三個二五這幾天 總共九十一筆 人下一個保林的消費記錄 另外台北市信義分教 也在立北的島 同在台北的 新鵝的華南正中部塞告案說明 食物的過程 那同時也需要移清 使用食材的一些來源 那專案小組在製作民物完畢以後 將貸制避典署來接受 避典署假官的一個付訊 暗時九點關 健康宜照 食安法 約後 貴室避典署署 和總部塞 以上 台北地檢視獲勝 健康無百度 國在悠淡四雷的富士林 和四翁的店長 查清楚台積相關的意見 記者綜合佈渡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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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